想讲自动驾驶很久了 不敢讲 主要是因为这个讲起来实在太困难 但是不讲自动驾驶 就没法讲对汽车厂商的投资 所以今天还是硬着头皮说一下 讲自动驾驶就不能不提到一个神秘的机构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英文的简称是DAPA 听起来它很像卖美宇宙里的神盾局 其实功能也类似 都是为了防止邪恶势力对自由世界的侵害 60年前的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卫星 让当时的美国朝野大受刺激 如果未来的尖端科技掌握在苏联这样的邪恶帝国手里 那自由世界就危险了 DAPA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立的 但它应对苏联威胁的思路 不是把最好的科学家都召集起来关进沙漠 让他们专心研究 而是协同美国政界军方学术界和商业公司 在关键的科技领域进行投资 来推动科技进步 实现在世界上的绝对技术领先 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 这种方式比起集权体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要高明得多 互联网的诞生来自于DAPA的一个项目 GPS 机器人 无人机也同样得到了它的大力资助 而自动驾驶开始进入商用 也起源于2004年和2005年两次自动驾驶挑战赛 挑战赛的成功证明了这项技术的潜力 谷歌的自动驾驶项目由此而诞生 而后来其他公司的自动驾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谷歌的影响 谷歌算得上是自动驾驶的系点军项 而DAPA肯定是自动驾驶的第一工程 自动驾驶之所以很难讲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对基本的概念不清楚 比如说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自动驾驶 我们来看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对自动驾驶的分级 最低的零级是完全没有自动化 百分之百人类操作 现有的自动驾驶技术多数在第一二级 属于极有限的部分自动化 第三级有条件的自动化仍然需要人类司机操作 最终的驾驶责任仍然在司机身上 只有到了第四级才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 意味着在限定的环境里 由自动驾驶系统完成所有的操作 对发生的事故完全负责任 绝对意义上的完全自动化是第五级 意味着在任何环境 任何情况 任何气候 汽车都可以自动驾驶 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动驾驶 其实是第四级 不是第五级那种面对消费者推出的 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装置的汽车 而是把现有的汽车改造成可以不用人干预的 在固定城市行驶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自动驾驶领域吸引了厂家的极大兴趣 我们看图上 包括传统厂商 新兴的造车势力 Uber这样的网约车平台 还有Vimo这样的自动驾驶公司 单式自动驾驶公司在美国就有几十家 如果再加上中国 上百家不止 兴趣源自这种新兴技术带来的无线商机 和可能的对汽车行业的破坏 自动驾驶公司 想把汽车行业变成另外一个手机行业 把将来的汽车变成带轮子的计算机 这也是传统厂商最担心的地方 而对网约车平台 像我之前所讲的 他们的单位经济效益 其实是很差的 因为收入的八成要给司机 而自动驾驶却可以把这部分费用完全去掉 因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想掌握这项技术 谷歌的自动驾驶项目开始的几年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使业内对自动驾驶的未来显得过于乐观 很多人在十年前就估计 自动驾驶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实现 其实科技的进步从来不是一根直线 很多时候你用了十年的时间 解决了90%的问题 但最后10%的问题 可能要花你20年 省着更长的时间 甚至有可能永远解决不了 从去年开始 行业里的多数人对未来已经不再那么乐观 对自动驾驶的投资也开始消退 有些厂商倒闭或是被卖 我相信再过几年大家会有共识 过去的20年的自动驾驶 是科技界一个不大不小的泡沫 其实泡沫在任何一项技术成熟之前 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福特开始造车的时候 美国有几百家汽车厂商陆续上马 最后剩下三家 可如果没有这几百家的投资 也很难有后面几十年 美国三大厂商的辉煌 自动驾驶也是一样 第四级应该会实现 但实行的路肯定还很长 多数自动驾驶的厂商 估计走不到尽头 同样是在做自动驾驶 但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思路 以为貌为代表的多数厂商 选择的是一条拼装备的道路 我们看图 汽车通过激光雷达和摄像头 来创造高精度的三维地图 这确实比人眼能掌握的信息精确很多 毫无疑问 维莫的技术在现在是绝对领先的 也是市场上唯一一家 直接跳级进入第四级的厂商 它选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推出自动驾驶 因为这里道路宽广 每天风和日丽 不下雨 不下雪 是自动驾驶 理想之地 但像之前讲的 即便只剩下最后10%的问题 可剩下的这些问题 都是典型的常委问题 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 但每一个问题都非常复杂 有时候连人类的老司机都很难操作 就像图上的这个路段 所以维莫在这几年的进展缓慢 它也采取了保守和稳健的方案 在凤凰城测试 再逐步推进到美国的其他城市 但它最大的问题 是只有技术 没有商业模式 在真正解决第四级的所有难题 把自动驾驶汽车量产 在美国各大城市 推出庞大的自动驾驶出租车队之前 没有办法盈利 虽然从外部筹到了30亿美金 但这估计只够花三年的 如果在那之后还不能攻克第四级 再次融资估计很不乐观 只还没有考虑 谷歌如何把凤凰城的成功 推广到其他城市 因为每个城市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常委问题 以及谷歌怎么掌握并不擅长的硬件制造 把未来的自动驾驶出租车价格 尤其是昂贵的激光雷达价格降下来 这也是未来要解决的问题 而另外一边的特斯拉 虽然在技术上不如谷歌 但在商业模式上却大大胜出 它可以一边卖车 把自动驾驶当成一箱很酷炫的功能 每台加价1万美金卖给消费者 同时这些车主又可以免费当它的小白鼠 每天测试自动驾驶软件反馈给特斯拉 让它从第2级到第3级第4级一天间进步 从技术上来讲 马斯克对昂贵的激光雷达非常不屑 他觉得人类仅仅依赖自身的视觉 就可以识别外面的环境来驾驶 特斯拉也可以做到 通过摄像头加上强大的电脑 和不断完善的算法 特斯拉汽车的驾驶能力 可以最终远远超过人类 这是不同意为谋的 不靠装备 靠练内功的提高方式 看空特斯拉的人 觉得马斯克完全在胡说八道 所谓的全自动驾驶 明明没有超过第3级 但马斯克不仅把产品 直接乘坐全自动驾驶 嘴上还天天望远 会马上攻克第5级 而所谓的自动驾驶 正在等待监管批准 也同样站不住脚 美国之外的国家 可能需要审批 但在美国多数州 根本没有法律 禁止自动驾驶汽车上路 他们对创新非常友好 往往是事后发现问题 再通过法律进行补救 如果特斯拉 对自己的技术真有信心 明天就可以在美国的多数州 推出真正的全自动驾驶 不会有任何监管问题 其实伟大的发明家和骗子之间 区别往往很小 爱迪生一生也撒了无数的谎 使所以最后人们 还是把他当成伟大的发明家来看 是因为他最终 还是做出了很多伟大的发明 我相信马斯克也是一样 虽然说的东西很不靠谱 给的时间表 也往往之后多年 但作为一个发明家 你只有自己相信别人不相信的事情 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我对马斯克的态度是 不听他说什么 而是看他做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 特斯拉有最强大的汽车芯片 几十万辆汽车 每天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帮助他 不断完善算法 他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车主的驾驶记录 来看每个城市的汽车 有多少次人工干预 因为每次人工干预 都可以看成自动驾驶的失误 这样来判断自己离真正的全自动驾驶 还有多远的距离 这种方式很有可能比谷歌的方式 更快地达到第四级 无人驾驶汽车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概念 我们都对无良的司机非常愤慨 开车的时候分心疲劳驾驶 导致很多事故 而电脑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但我们在谴责人类司机的时候 可能也低估了人类大脑的优势 我们对自己的大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知道的还很少 很多时候 家长都不知道自己的小孩 是怎么学到新东西的 而人类知识中 非常重要的通常被称为灵感 或直觉的核心部分 我们既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 也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描述它们 自然也就无法让机器来学习 谷歌的阿尔法沟 几年前打败了所有的围棋高手 这让机器学习 重新变成了热门话题 但是围棋和自动驾驶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围棋虽然复杂 但难有固定的规则和有限的选择 而真实世界的驾驶 要求不仅是看清路况 还要对突发事件做出及时判断 有时还要跟其他司机进行沟通 这就要求自动驾驶的大脑 有接近人类通用智能的水平 其实马斯克对此心里很清楚 他的推文里也讲到了 全自动驾驶是一条很长 很挑战的道路 我觉得不管你对自动驾驶技术 有多么了解 没有人可以准确估计 还有多久才能真正实现第四级 因为这中间有三个关键的不可知 第一 即便只覆盖美国的大城市 自动驾驶还要解决多少个 棘手的常委问题 第二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调整 解决每个常委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第三 对一定会出现的自动驾驶汽车导致的伤亡 人类有多大的容忍度 毕竟很多国家都对造势司机 有很严厉的处罚 而如果驾驶车辆的不是司机 而是一个硅谷大公司的算法 那监管者和社会会怎么反应 第四级的自动驾驶 离量产上远 还有另外一个佐证 就是很多第三级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比如 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卡车 线路简单 没有人的干预 城市里的自动驾驶巴士 线路固定 车速慢 和小型自动驾驶工具送货 车速慢 事故时对行人伤害很小 都还没有实现 那了解这些对投资有什么帮助呢 它可以让我对行业内的各个公司的未来 有更清醒的认识 第一 对于传统汽车厂商而言 真正有伤害力的是第五级的全自动驾驶 最近几年的发展 证明了这还属于科学幻想阶段 几十年内不会成为现实 所以他们对自动驾驶的反应 可能是过度了 在自动驾驶技术上的投资 既不必要 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效应 基本上属于浪费 第二 对网约车平台 第四级自动驾驶的实现 对他们就是灭顶之灾 由于无法掌握领先的技术 他们只有祈祷 要么第四级永远无法实现 要么实现的时候 多个公司同时实现 可以让他们从别人手上买到 或者是租到 这项核心技术 第三 对特斯拉而言 自动驾驶无疑是非常利好的 不仅现在可以帮助更好的卖车 也给他的未来 增加了一个看涨的选项 虽然所谓的自动驾驶出租车队 还遥遥无期 但仅凭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就可以让他在华尔街 持续获得追捧 第四 对谷歌而言 选择就很困难 一边是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金 和一个可能实现的伟大未来 另一边是每年要继续投入的十几亿美金 以及实现这个伟大未来之前 要跨过的无数难关 最好的选项就是不断地吸引外部投资人 来一起分担费用和风险 一边静静地等待技术出现突破 华尔街有人 之前对谷歌的自动驾驶项目 给出过超过一千亿美金的股价 我相信 哪怕出价远远低于这个价格 谷歌的观点层也会乐意考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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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